老板,这鱼池谁做的呀? 我做的啊 那你咋不给它用转骨呢? 这个鱼池可是十年前做的 在十年前,做这种传统过滤池的都很少 那个时候哪有转骨过滤啊? 哦,所以说现在这个客户呀 想要把它的这个鱼池重新改造生机 所谓的改造呢,不是在这个旧鱼池的基础上改造 而是把它全部回田了,重新再做一个鱼池 现在的这个鱼池呢,是在东边 按照客户的要求啊 在这个西墙再重新做一个鱼池 现在呢,已经开挖了 那有鱼友问了 那鱼池从东边挪到西边,有什么意义吗? 意义很大的 因为客户的工作地点做了调整 所以他就要改鱼池的方位 还有一点呢,就是他这个老鱼池已经做了十多年了 过滤系统也老化了 重新做鱼池就是重新调整景观 现在把这个老鱼池的防水破坏掉 用新鱼池的土给他回田 在这个中心里有什么样的呢? 对,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感谢观看